有时在欧洲外国那些 上高山高原会冻的胸气干嘛 如果这样扯 喉咙一扯 气度就会收缩 如果有一公升的气 入你的心肺那里一背一下 你一收缩了就少了很多 第二 气度会被它拉損了 为什么很多人练跑死跑死跑 喉咙都会損呢 第三 就算是那些昆虫液体不是抹着口来 死跑 液体昆虫夜晚练习的时候 在喉咙又咳又不舒服咯 黏着气度那里咯 现在一般很多人就用口来吸气 其实不应该用鼻来吸气 口鼻一起敷 敷就不是这样吹 吸深一点 把这里全部敷出去 做着呼吸走 第一转不用急 完全做着呼吸 上车要吸的气 要多的 下车就呼的气要多些 知道吗 这样吸 慢慢上 看着这里上就可以了 放松它 不用死来的 每一步不要大 感觉的眼睛看在下底 不要感觉是过了你膝头哥 不要让你眼神看了膝头哥 就对了 慢慢上 慢慢上